隨著音樂扭搖擺臀 火辣風格讓用餐顧客看得目不轉睛 短褲辣妹套著十幾個呼拉圈旋轉 特技版的表演在美式餐廳上演 但有民眾來到這裡 卻只是為了坑上一筆 有客人只說他收到的餐點裡面有口香糖 他沒有跟我們反應 他完全透過信用卡公司 事情發生在5月12號下午 北市慶城街的Hooters美式餐廳 一名顧客接過餐點 表明希望能夠檢查 確診店員轉頭離開 偷偷從嘴裡拿出咬過的口香糖 放進餐點裡實在超噁心 沒想到事後竟還拿出手機拍下留存 自以為聰明事後想討錢 但犯案過程全被拍下 那我們看到這消息我們也很震驚 之前這位消費者外帶信用卡的消費申訴 說他沒有拿到餐點 5月12號客人消費了20隻的辣雞翅 但向銀行申訴拒付688元的餐廢 店家在兩個月後收到通知 理由近視外帶餐點有口香糖 但明明店內員工上班禁止飲食 調閱監視器才終於真相大白 網友看了直搖頭說真的是超級傲客 店家好倒霉 600多塊也要騙吃霸王餐嗎 根本是詐欺 此行為已經構成刑罰上的詐欺罪 最重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另科50萬元罰金 把嘴裡吐出的口香糖 放進雞翅盒拍一張照 最後還不忘拿出來消滅證據 全是自倒自演 遇上沒有公德心的消費者 損害店家名譽 也成為食安漏洞的隱憂 記者潘建仁 陳軒 台北報導